啊!沒有!來!有成功!有成功!有,他這筆畫通常都寫好長喔,看起來挺近 其實我都覺得他寫的是一個竖話,不是我們一般講說左點右點,有時候看起來都像個竖話 這個左右都不連啦 綠,這個握鉤齁,前面不是有個握鉤,我就說這裡稍微翹起來再鉤上去 這裡應該是唯一翹再上去,之前那個看起來刻得太方硬 這個點倒是點的有點高 然後飄出去 這,哎!沒有!九成功有! 九成功有就不用怕了 看起來,這穿出去喔!這筆畫是有穿出去,這故意的喔!這裡是不黏住的喔!他們很巧妙的應用一些,有時候穿出去有時候不黏住 所以它字就會有韻味,它並沒有公式喔!比如說每次都這樣,而是有時候會這樣,有時候會那樣子 所以字就看起來很豐富啊!白,白沒有喔!這個白比較輕 它有出現兩個白,一個比較重,一個比較輕 Então書寫場מוca就是這樣子 不會套公式啊,自己寫自己的公式 像我們想說一定怎麼寫 哪有一定怎麼寫 那自己寫每 twice馬不一樣 但是整體的氣氛是一樣的喔! 每個人的調性一定在 但是他會改變一些小地方 這個端我有意見是在這個 我覺得他是點過來上去 撇斜過來再上去 那跟這邊有什麼差別呢 我覺得這兩個站的比較直 站的比較直 比較沒有動感 然後這個斜度 斜度配合這個度 這邊看起來比較端正 來試一次看看吧 有時候是直覺 有人說你直覺那憑什麼判斷 就直覺 你直覺準嗎 直覺是多年訓練出來的結果叫直覺 這直覺有 多年練習過的痕跡 如果你沒有練習過你就沒有直覺 或是你有直覺但你的直覺是不準的 所以老鳥的直覺很準 並不是因為他隨便判斷 而是 他已經經過嚴格的訓練 他腦中就有一套嘗試 可是嘗試當他遇到的時候他會發現不對勁 就不應該這樣 那你知道問他為什麼 他只哪知道他學過那麼多了 到底什麼時候有這種感覺的 他也不知道 因為他太多東西組合而成 中 中的話 我覺得這地 試試看 注意一下這裡 這等距 長一段 所以比較 一般人比較龜這麼小 書法家才會這麼小 所以他成為書法家 因為想的跟你不一樣 剛才想講說這裡有需要那麼大嗎 因為印象中 郭曉雲 會寫直 但是會寫那麼大嗎 我一直覺得他是不是刻了 可是又沒有證明 左邊略長 右邊略短 我們有時候有很多 筆劃的平衡 並不是你想的說 左右對稱叫平衡 沒有啦 一邊長一邊短叫平衡 一邊重一邊輕叫平衡 一邊斜 一邊正 直 那叫平衡 其實最奇怪是這兩個 這兩個其實不是橫化 我覺得他寫點 是點點 這樣的效果 那下面這裡纏掉看不出來 那以這邊來看 也沒辦法佐證 但這裡看來虛虛的 確實有可能不是寫橫化 有可能 有可能我們就試試看吧 說不定效果很好 好咧 也不排斥他有新的寫法 我剛才說點的意思說他是這樣過來就這樣過來 為什麼要這樣過來 因為他這樣子方便 因為他這樣子方便 我們在寫這時候 跟寫兩個文化 那個叫手勢的問題 他覺得好像這樣還蠻方便的 也許當下就這麼想 因為當時寫得很小啦 他可能沒考慮這麼多 他也沒想到你會 在 幾百年後 淋他的字 還沒想過 完全模糊 我們要看這個 這是九成功的 還好啦 沒有差太多 其實我最不喜歡是因為他下面這裡黏太緊 沒想到這裡也是黏太緊 靠得好近 好啦 試試看 到 左靈又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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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標準 左靈又不連 而且留很多空隙讓你看 然後 彈起來的效果 哇 完全模糊 這正 好啦 試試看 完全模糊 好 要吸 送到底 折 穿透出去 這邊是黏好 右小角比較長 左連 右不連 年好 啊 三根看不清楚 不過覺得刻的有點實在 嗯 我喜歡不太實在了比較好看 哎呀 試試看 刻實在是說 他筆畫 刻的初心啊 長得比較接近 要刻的實在 有時候被破掉它有點虛虛實實的時候 你反而會覺得這很好看 但是如果把它刻的實在有時候會覺得 太太太膩了 太膩了沒有骨灼的趣味 叫叫的話要注意這個斜度 這個長度這邊都切斷 然後這個撇要撇直一點 然後撇短然後那很長 這個套公式啊 自己寫字就這樣子啊 東套一個公式西套一個公式 組合起來最好的樣子就是最好的公式 公式可以改公式可以改 有時候會因為某種目的而改 所以寫到現在有時候 講到最後有時候都不太肯定 不肯定的原因是因為 真的很多情況 歷史上都曾經出現 所以你不能說它錯 腳